奧斯卡鏡像獎堪称國際影壇最高榮譽 今年問點影后的五位影星分別是 美國女星朱利安摩爾 她過去四度獲得奧斯卡提名都空手而歸 這次在《我想念我自己》中 詮釋阿茲海默症的患者 很掃各大電影獎項 在一陣小晶圓 奪獎希望濃厚 法國女星瑪蒂永克蒂雅 曾經拿下奧斯卡影后 屬立備受肯定 這次她在電影《兩天一夜》中 飾演憂鬱症女工 为了保住工作重新面对自我 和周遭的人事物 也开始对自己的遭遇顺怀 如果你的脑袋忽压你 进展以后瑞斯维斯棚 在那时候我只剩下勇敢中 踏上孤独一言的步行旅程 拔山涉水只为寻找自我 这段疗愈旅程 也让她再度挺进奧斯卡 最佳女主角入围名单 英文女星菲利斯蒂雄斯 在《爱的万物论》中 饰演霍金首任妻子杰恩 和霍金相互扶持 共同对抗并魔 这个角色也让情侦获得 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 所有人都告诉我们 婚姻是努力的 不是我和Nick 庞德女郎罗莎蒙派克 摆脱万棉花瓶形象 在控制中饰演恐怖的新妻女 她首次担当女主角 就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近年入围女主角的演员 演出实力各个不遑多让 影后宝座到底最后角落谁家 23号建分晓 中央社综合报导